好的,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我们GMAT的语法课的学习啊,从第41题开始 好,我们现在看第41题啊,划线部分从argon开始啊,一直到political and legal rights啊,从这个地方划线 当我们扫视答案的时候啊,扫视答案的时候,发现好像这道题啊,可以入手的地方并不是特别多啊,可以入手的地方并不是特别多 那我们发现AB和CDE选项有一个什么区别的,也就是说这个词的位置啊,也就是说这个词的位置是先先于argon出现还是后于argon出现,对吧 啊,好,我们现在啊,先讲一个知识点啊,先讲一个知识点非常重要啊,在直面里面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协体字啊,如果考试中出现了协体字啊,考试中出现了协体字,代表的是啊,代表的是啊,也就是协体字啊 代表的是出版物的名字啊,代表的是出版物的名字啊,也就是要么是一本杂志,要么是报纸啊,要么是书刊的名字 也就是出版物的名字,好,我先举一个例子啊,先举个例子,好,这两个东西念上去啊,完全一样 The Economist,对吧,The Economist 但是如果在书面语中啊,他要是斜着印啊,他要是斜着印 他代表的是经济学人这本杂志吧,啊,一本特别著名的英国的关于经济学的杂志啊,经济学人的杂志 或者英国人管他自己叫一本报,一个报纸啊,好,我们不管他 反正他是一个出版物的名字,对吧,是个出版物的名字 好,如果是正常的印的话,这个The Economist 代表的是一个人啊,代表的是经济学家,这一类,这一类职业啊,这是一个人 好,这是一个人,我们再,好,我们现在回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个Discourse on Women,对吧,他是斜着印的 他是斜着印的,那么这个逗号的后面,这个逗号的后面 一定要马上出现这个出版物的相应的名词啊 一定要马上出现这个出版物相应的名词 也就是这个Tritus啊,代表的是什么啊,代表的是这个论文也好 他的专注也好,他是书刊也好 反正,你的逗号后面啊,一定要马上出现代替这个出版物的这个名字 所以很快,A和B啊,A和B,先把它划掉 A和B,先把它划掉 好,后面怎么办啊,后面怎么干 我们再看,我们看到Legal Rights后面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end吧,老师讲过这个end 永远可以当解题的突破口,也就是说这个end代表了什么 你现在end离这个划线部分这么近 那么是不是要怀疑他的end的后面跟前面有可能产生一个平行的结构 那你end后面不用管他说的是什么 他那end后面最明摆的一个代词是for,对吧,是for 那如果,那你现在end后面默认是对的,那你end前面一定要是for什么什么吧 好,我们看到哪个里面有呢,哪个里面有呢 我们看到是e选项里面有吧,e选项里面有 好,我先把正确答案给大家说出来,是e 好,如果大家没有看到这个end,还是能可以做题的 首先注意看到c和d选项,c和d选项的这个单词advocate或者advocating 这个单词是从哪来的啊,从哪来,你的文章中明显的是没有这个单词的 也就是说你的文章中用的是argue啊,文章中用的是argue 而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动词吧,对吧 就出现新的动词,老师讲过啊,一旦出现新的动词 这个选项绝对是改变巨异啊,绝对是改变巨异 好,现在再讲一下这个名词加z的结构啊 再一次重申一下名词加z的结构 也就是说,一个名词加z的结构 后面的这些东西是引导的从具是解释这本书的啊 是解释这本书,并且这个z只能唯一的修饰这个tratus这个名词 也就是说后面argue for他论证的东西啊 是来解释这本书的 好 第三个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文章的时态啊 文章的时态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首先他上来就是一个时间状态 他说的是在1850年 1850年显然是过去的一个时间点啊 过去的一个时间点 并且他这说的是publish的 publish的,也就是说的是过去发生的事 那么我们发现啊,在正确答案里面 如果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地方说的是argue的 第一个是和publish的是呼应的 第二个和这个过去的时间点 使用一般过去是啊,是呼应的 好的,我们现在看第42题啊,第42题 第42题就是啊,从画现部分是从have to开始啊 一直到social and economic啊,economic 我们现在啊,扫视答案发现前面有区别吧 比如说前面这部分是有区别的 最后一个词是有区别的 最后一个词是有区别的 好,很多同学啊,估计前面已经讲过的都已经忘掉了 那后面啊,我们现在先从后面开始 也就是老师讲过这economic跟economic可以进行互换吗 肯定是不行的吧 也就是有可能出现一个转意吧 转意,也就是economic是有省钱的意思啊 economic是说的是经济啊,说的是经济 好,那就是所有的把economic换成economic的句子全部都不对啊 先这么看,b和c吧 也就是economic换成economic的 有可能造成奇异啊 先把这个全部化掉 也就是b和c现在不对啊 然后剩下了a,d和e啊 也就剩下了a,d和e 然后怎么办啊 老师讲过这个have to代表的是什么呀 have to是一个啊 自己想必须不得不干什么啊 也就是一个主观的表达啊 是一个主观的表达 那么好 主观的表达啊 如果不让步的情况下啊 用法是一定错误的 因为gmat要求的是客观的描述啊 要求的是客观的描述 也就是have to be going to be about to 和b to结构 如果不让步 也就是让步是什么呀 最简单的就是用物的放在前面啊 就是组成一个最简单的让步 也就是你的话不能说的太绝对 并且不能是主观的表达 好 那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如果have to单独用 肯定是没有进行让步的吧 have to单独用 没有进行让步 然后你ac和ad和e比的话 发现两个有误的 一个没有误的啊 一个没有误的 即使上考场中忘了 have to不能单独的写出来 老师讲过啊 任何的虚拟式 任何的虚拟式肯定是要好于啊 直接进行表达的 肯定是要进行直接表达的 也就是说答案肯定是在d和e里面啊 答案肯定是在d和e里面 然后怎么办 然后我们发现开头跟后面都没有区别了 那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往中间看啊 只能往中间看 但是我们往中间看发现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词叫什么呀 more than啊 more than也就是这儿再次构成一个比较结构啊 再构成一个比较结构 比较结构问自己什么啊 也就是问自己 这个赞的左边跟后面啊 跟右边或者上面跟下面 这玩意儿能比吗啊 对吧 能不能比 看一下前面说的是什么呀 前面的关键词是no啊 是个动词 是个动词啊 是个动词 然后你后面用这个do代表谁啊 代表这个no 对吧啊 老师讲过用do代替前面相同的动词表示简洁 对吧 那你动词跟动词是可以比的 那我们看后面 我们看e选项前面是no啊 是个动词 那你zem的后面是什么呀 这个now明显的是一个时间啊 也就是你拿一个动作比一个时间 这个能比吗 肯定是不能比的啊 也就是说的比较啊 很多东西是不能比的 动作可以比动作 但是动作不能比时间 对吧 所以通过这个比较啊 再把e选项去掉啊 所以正确答案是d 啊 所以正确答案是d 好的 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好 主观表达不说了 第二点啊 也就是说形容词跟副词的转译啊 非常重要 也就是就这两组呗 economic跟economical是不能够互换的 再一个fair跟fairly是不可以互换的 因为这个是十分什么什么的意思 这个是公平公正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是不能互换的 再一个就是比较结构 我相信大家啊 现在对比较结构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了 再一个就是上节课讲的 就是度啊 代表前面的相同的出现的动词啊 代表前面出现动词 在这道题中呢 那就是度代表的是一个前面说的no啊 前面说的no 也就是一个一般现在时的动词 所以用度就可以了 第六个啊 就是一个固定搭配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也就是说 政治啊 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应该怎么说啊 应该是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啊 如果说是啊 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 而绝对不可能是economical啊 绝对不可能是economical 总之这个economic肯定是一个考点啊 肯定是一个考点 好的 这就是这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